好哦 我们今天要来讲三次元和五次元赚钱的思维 今天的简报不多 对 然后我们先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对 大家好 我是教主 然后呢 我觉得好像来的都是老版底 所以我想就是好 这页应该可以稍微略过 大家应该都认识我 如果我觉得我今天在写这个简报的时候啊 我想我就我就在想说三次元跟五次元的这个赚钱的思维 我发现我从这两这两个部分我其实都有经历过嘛 就就好比我之前有提过我在打工的部分 然后还有到后来我做直销的部分这样子 因为对一般人来说直销真的很难做 那我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都有在直销赚到钱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做了跟一般做直销的人 哪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想要把这个经验呢 就是在今天的简报里面跟大家分享 因为对我来说直销的系统就是他已经设计好了 然后我不用再去额外的去想说要再去发明一个新的系统 还是干嘛之类的 我就是我先关一下大家的麦克风 先让大家无法自己解除轻音 好然后就是有有在想说到底有什么不不一样这样子 那后来我也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看到了一些做直销成功人士的经验 或者是有系统的也不是只有直销 像保险也是啊 然后或是只要是有组织形态的也是 但是呢如果说你们是在一般的公司上班的话 那会比较难就是自己拥有一个系统 因为比较像是自己是变成系统里面的一部分这样子 那比如说做有系统的部分 因为其实直销或保险就是如果说你愿意努力的话 如果你自己是你从你自己一个人开始发展 然后你底下开始有信任你的会员或是你的伙伴啊等等之类 那也慢慢变成是你自己底下也有一个所谓的系统这样子 那所以一般的公司行号比如说像知名的 我就不讲品牌啦 反正就知名的 他们他们的那个高位接班者永远都是他们可能第二代啊 或是他们的兄弟啊还是什么的 很难是从一个小职员 然后慢慢的爬上去变成是那个总经理的位置 也许有但是这个案例我是听的比较少 我比较常听到的是在比如说可能他因为透过做这种组织行销相关的部分 然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得到了很多的收获这样子 或是收入收入结构也整个很大的改变 对那所以我有把这个部分呢就是写在我的简报 然后待会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好那这个五次元跟三次元的部分呢 我用简单的就是五次元用爱 然后就是来寒阔这个部分 因为爱其实它就是宇宙的本质嘛 那三次元这个地球呢 它就是跟爱无关的一切 就是只要跟爱这个字有冲突的 它都是属于比较低频的就是三次元的世界 那因为我待会后面还有很多字的简报 所以我这一页就是简单的用这爱跟与爱无关的一切来带过 对好然后五次元的世界呢 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准备要扬升上去了 就是扬升到五次元 所以其实这次这个2019年的疫情呢 它其实也协助这个地球在做一个转化和很大的改变 那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疫情它会造成很多的困扰 还有很多的不方便或是死了很多人啊 什么等等之类 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它帮助地球从以前我们可能都会习惯一定要见面啊 或是或是以前的云端的学习并没有这么的发达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被迫要关在家里 那现在很多之前开会啊就居家上班啊 还是说线上学习啊现在都透过线上的方式都变得非常的方便 其实相对来说也节省了很多的交通费 还有一些支出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啦 就是这个疫情对于地球的扬升它有一定的帮助这样 好那这个评量表呢 它是来自于五次元新家的一个情绪金山脚的心理强度表 那之前我有在征求个案这样子 30位个案已经满了 然后不过我觉得这个表可以让大家就是可以勾选一下这样子 然后所以你们可以看的这个简报啊 你们可以从下面然后最下面就是歼灭羞辱比试害羞悲惨 就是这样子一排一排的往上看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你有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就你就画一个政治记号或是你把它写下来 那来看一下这个是频率200以下的部分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反应你有多少个 OK那我们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大概三分钟吧 然后如果你圈完的时候呢 就是帮我在那个聊天室打一好了 就是代表你圈完了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公布你自己到底圈了多少个 你可能会觉得圈了很多不好意思的话 我不强求大家要公布自己的这个东西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诚实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绪 然后也不要觉得圈很多很丢脸或是诸如此类的 我跟你们分享我之前在第一次在写这个表的时候啊 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那那时候我刚好十月底吧 我那时候因为刚结束一段就是感情的部分 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 但是我其实那时候心里还是会有很多的难过嘛 毕竟就是还是有相处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 因为那时候我的请我填这个表的人呢 就说那就是把你这三个月的情绪就是都圈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就也圈了很多比如说悲惨啊 或是我会觉得没有希望啊 沮丧啊退缩啊 或者是害怕焦虑啊 然后决绝啊 然后愤怒啊等等之类的 就是我记得我圈很多负面的这种情绪的字眼 然后因为我们有做一个量表的检测嘛 那我的光行者他的说法是说 就是谢谢这个人呢 帮我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就是勾出来 有一些人他如果没有这个情绪的话 有可能是第一个他真的频率很不错 然后或是他情绪很稳定 他真的没有这些情绪 那第二个呢 可能就是他对于这些事情他是没有感觉的 或是他没有经历这么多 那其实这些频率200以下的都是在三次元的地球 会比较比较多的这方面的情绪 那在频率比较高的世界 或是应该说宇宙啦 其他的星球 他们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情绪反应这样 对 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勾选 就是如果你写好的话呢 你可以帮我在聊天室打一下 打一个数字好了 打一个1 然后让我知道说你们有写这样子 然后我们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好了 写好了 1 怎么觉得每个都有 看一下今天上来的有谁 没有新的我不认识 有刚刚上来的吗 刚刚上来的同学 就是圈一下这个量表 然后数字你自己知道就好 然后你你写完了 帮我在聊天室打一个1 让我知道你写完就好了 嗯 我最近一次写呢 我自己是没有 没有圈任何频率200以下的 就是我觉得目前都还蛮平静的 然后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状态 那后来我自己觉得我容易会有这些情绪反应 大多是发生在可能我有一个感情状态 那因为有感情状态的话就会很容易受到对方的情绪波动之类的 但我现在呢 嗯就也不是说逃避啦 反正也没有遇到觉得适合的对象 那就是先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 嗯 那最近一次生气呢 是 反正也是因为一件事情 然后 嗯 但是我就是气那一下下可能几个小时 然后我后来就转念 转念就好了这样 好 没关系麻吉你之前有填过 就是也不一定要填 OK 好 我们大概也过两分钟了 好 如果你来不及填的话呢 你就把它截图 然后你可以自己慢慢看这样子 我们来看第二个 嗯 这个是频率200以上的 那频率200以上的话 从最下面开始看 它这边最下面的话 它是从20020025031350400500600 然后700到1000 700到1000是大概从街市这一行上去的频率这样子 那你们也可以来圈圈看 就是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心理的情绪的部分 嗯 从下面圈上来 然后也是给大家两分钟 然后如果你这边写好的话呢 你就帮我写二 那你自己圈了多少 你自己就是心里知道就好了 不用让我知道没关系 然后如果你对于这个做完整的量表 因为它总共有三张表 就是五次元新家这个身为导航 它这个这个叫做身为导航 然后这个表总共有三张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资讯我 因为我有一个我有做一个Google表单 然后我可以直接给你Google表单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那完整的量表 然后因为后来呢就是我的光行者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引导的音档 那要听那个引导的音档来做这个量表会比较准确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私讯我 然后我会把音档跟那个Google表单就是一起传给你这样子 这个有意义的跟理由是分开的 不是有意义的理由 所以这个算 算是分开的 好亚云填好了 好亚云填好云填好云填好云 好我们到15分哦 就让大家前到15分 嗯 理由吗 理由他就是 我目前没有办法跟你解释理由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记得老师有说但我忘记了 对然后我自己也没有狗那个理由 所以所以就是就是如果不知道他什么就跳过他 那我让大家做这个量表是 我们待会 就是也是先让你们稍微知道说 你们自己目前的一个频率状态 在什么样子的位置 如果你频率200以下 你却蛮多的 那可能你现在的频率就是会稍微比较低一点 就是那方面的情绪比较多 那如果你是200以上的话 那就频率比较高嘛 然后会比较容易进入到 那个五次元的那个思维和那个境界里面 那你也会感觉你的人生是活得比较轻松 然后比较开心的 好我们到15分了 然后那我先进入到下一页 如果你还没有填完 你就把它截图下来 你可以再慢慢看这样子 好 诚实的感受一下自己目前的频率状态如何 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震动频率嘛 这个我很常说 那我们的频率如果 对到某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你们今天选择上来听我分享 那就是代表我们的频率有对到 然后所以你们才会愿意进来 就是听我可能分享一个小时的这个内容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频率没有对到呢 你们就会错过这个直播 或者是对于这个直播也不会有任何 就觉得想听或是干嘛之类的 一定是你们频率有跟我对到 我们对评了 我们才会 你们才会听到我的分享 就好像是在YouTube上面 我有时候会想要看一些 有时候他推播什么给我 我不一定会知道 但是可能我刚好想要看这方面的内容 或是他的内容刚好是我需要的 那YouTube就推给我看 那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 哇这个东西对我好有帮助 然后我觉得很受益 代表说我们是对评的 那在五次元的世界里面呢 就是我们只管对不对评 就是他是不是符合我的实相 而不是我想不想要他 我可不渴望他 只要他跟我对评 他就是我的 然后我就会看见他 就好像我之前也蛮常说 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听一些直播 或是听一些分享 有时候我就是会看不下去 但是那时候我的频率 可能跟那个分享者的频率没有对评 那我当下就是就算我花了钱 我也不会想看 只有我跟他对评了之后呢 就是他就算讲的再久 或是再贵 我都会继续的看下去 因为我知道这个分享对我是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追求 五次元的那种 比较轻松的赚钱的模式的话 就是你的频率是否有对接到 那个部分还蛮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些 三次元跟五次元的 那个算是人生的 种种的一些状态这样子 这个是三次元的思维 那我们在三次元的地球 我们在做三次元的事情 然后三次元思维的想法 那我就以几个我们生活上会遇到的 这些部分 然后举例一下给大家听 以工作来讲好了 工作的话我们的努力是没有办法被累积的 我们总是会用时间去换取金钱 就好像我以前在打工一个小时 时薪可能六十啊 六十到一百这样子 那我就是今天我有工作我才有钱 我没有工作我就没有钱 还有我之前可能做个案好了 就算我个案费收很高 可能一两千块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有做个案才有钱 没做个案就没有钱 就收入就整个断掉这样 所以这个算是工作的部分 那比如说像我之前也认识一些有钱的朋友啊 然后他是做保险的 那他也是会讲说 就算他人家付他一个小时三万块的咨询费 他也是不太喜欢做那种 就是需要花自己的时间才能赚到钱的工作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被累积的 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做呢 就是在你一开始真的 还没有办法用五次元的方式去赚钱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立即得到金钱 你还是得去用你的时间跟体力换钱哦 所以就是工作的部分 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就是做一阵子之后 要转换一下思维 让自己可以在赚钱的部分是越来越轻松的 好然后第二个是你的人生 总是会听别人的安排 没办法自己做主 那你可能会听谁的安排吗 那小时候我们就会听父母的安排嘛 父母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要我们考什么科系就考什么科系 要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那很容易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我小时候也有被 就是可能要上大学的时候啊 也有被我父母要求说 要去念那个世光学系啊 那世光学系是因为我们家是开眼镜店 所以我父母就觉得说 你念世光学系 你毕业之后 你就可以来家里上班 那我自己的考量是因为 第一个我的成绩 学业成绩很差 那世光学系 它毕竟也是医学院的一个科系 它可能分数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自己是考不上 因为我高中是念那种综合高中的 我算是综合高中的高职高职的部门这样子 那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考不上 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我没兴趣 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很多 我就是选择我喜欢的科系 我自己是念视觉传达设计系的 那虽然我现在没有在做设计 可是呢就是其实你们应该也会发现到说 我拍的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我做的简报都有一定的美感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之前在念视传 就是培养美感所累积下来的技能这样子 那因为我觉得把东西拍的美美的 或是做的美美的 我觉得大家比较看得下去 从我21岁那时候 就是一直以来 写部落格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定会很要求要把照片 以我当时的美感的境界 我会尽量把东西拍的漂亮好看 然后还有刚开始 我也是在做彩妆师的工作这样子 那个也都很需要美感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永远追着前跑 等一下有第二个好像也没讲完 好就是听父母的嘛 或是长大之后 你可能会听老师的 老师 老师或者是那些名人的 对然后但是就是你 你可能遇到一个选择 你都会去问别人 然后别人只要说这个不OK 然后你就不敢做 或是不做这样子 那我自己的话 我是都会自己决定 我要不要买这个东西 我要不要做 然后我可能会参考别人意见 但我不一定会听 就是他说不要 他说他觉得不好 我就会参考而已 但我不一定会选择他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那毕竟是我要选择的嘛 那如果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问领百啊 我就问领百说 哎这个可不可以做啊 对啊 但领百 其实问领百是问我自己的高我 就是让我的高我来帮我决定这样子 好然后再来金钱的话 金钱的话呢 就是会永远追着钱跑 永远在恐惧没有钱 比如说可能这个月 你就会在担心下个月的收入怎么办 那如果你是固定收入的话 有些人他可能花钱 他是比较属于月光族的 他就会很担心 一直在担心没有钱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活在一个恐惧的状态 我以前也会这样子 就是一直觉得很恐惧没有钱 那后来我觉得我现在 会比较把这个金钱的部分 我就我会用另外一个思维去想他 我会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创造更多的钱 还有没有什么创造金钱的可能性 是我没有想到的 对就是你们可以去把这句话 就是可以写下来 就是还有什么创造金钱的可能性 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看到的 很多东西都可以变成钱啊 然后如果说你平常就是有 比如说像我在分享那个小美啊 美善品啊 他其实也是一种直销的模式啊 那当然我分享他 我也不是只是说为了要卖出去或干嘛之类的 因为如果我只是单纯要卖的话 你们就会一直看到我一直在写说 赶快来找我买之类 可是我没有啊 我其实就是分享 我真的觉得他对我来说是还蛮方便的 然后那种比较偏销售的文章 我就是真的很偶尔才会有 就是比如说时间快到了啊 或什么之类 然后昨天就是刚好有在做凉面店的朋友 他因为鸡丝的那个 他们要首播鸡丝 然后他就问我说 美善品真的有那么神吗 可以这么快就把那个鸡丝弄碎这样子 然后我就抱持着一个实验精神 我就真的去买一块鸡胸肉回来 然后蒸手之后我就打给他看 然后他就说好 他跟他先生考虑完之后决定要买 因为他们夏天比较 比较需要就是备料 然后一直首播鸡丝可能真的很慢吧 因为我没有播过我不晓得 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伴侣 就是我这辈子遇到最控制我的前男友 就是前男友 已经是前男友了 对我前男友一直都会想要控制或打压我 然后会是会一直想要强调就是 他很优秀这样子 然后他没有办法接受我比他更优秀 他就是总是会说什么 他觉得他自己很棒之类的话 然后那一天上礼拜 我的教练 我的健身教练就是 他就是跟我讲说 他真的觉得 他都会去跟别人说 他朋友也会跟他讲说 你那个学员 他真的很厉害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也会跟别人说 他觉得 因为我都一直说我是耀眼教主 他就会跟其他人说 他真的觉得我打从心底的觉得我很耀眼 我说 那你知道耀眼教主这四个字怎么来的吗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就是我可以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 就是 我跟我前男友分手的那一天呢 然后 他就是从台北 然后载了我的东西 然后来我台中的家 那其他没有跟我讲 因为我也封锁他了 然后所以其他来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吓 那 他到的时候呢 我们就坐下来 然后他就问我一句话 那 他就说 你是因为觉得我太耀眼 所以你想要跟我分手吗 然后我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 我蛮傻眼的 就是我觉得 他是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然后我就说 我还蛮冷静的跟他说 不是啊 就是我只是受不了 就是受不了你 然后 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口头讲说要分手 但是我们其实就是 我的行为已经很明显就是要分手了 因为我已经封锁他了 然后 也很排斥让他靠近我这样子 然后他就听完之后 他也就没有说什么 然后他就说 他帮我把东西又带来台中了 然后他现在要拿回他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我就把他所有东西都全部都整理给他 然后让他拿下去车上 然后他就离开了这样子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呢 就是跟我朋友说 我朋友就说 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觉得 因为自己太耀眼 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我就我也想不透 然后所以就 就才后来才会有耀眼教主的这个封号这样子 对 不是一个很愉快的过去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耀眼的部分呢 我觉得 我后来觉得 这个人的存在应该是为了要 他的存在就是 我刚才在一起 那快两年的时间 就真的好像是我的灵魂暗夜时期 然后因为有经历过那段黑暗 所以现在的我才可以这么的光明 所以也是 感谢灵魂的安排啦 就是感谢他当时的存在这样子 好 然后健康啊 健康就是一直不断的透支自己的身体 就是总是让你自己很累 没有好好的休息 那你的身体会用生病来跟你抗议 因为只有生病你才会停下来 然后好好的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模式 是不是出了一些差错跟问题 对 所以就是因为三次元的话 比较会习惯用时间体力换钱嘛 所以就会也会恐惧害怕没有钱啊 所以就会想要做更多 那在透支的情况之下 身体就是没有办法承受的话 就会很容易出状况这样子 好 然后情绪就是对世界充满抱怨 愤怒焦虑跟害怕 就是很多的murmur啊 然后看什么都不顺眼啊 然后看什么都觉得别人在找你麻烦啊 之类的这样子 好 然后三次元的能量是非常紧缩的 会觉得自己很小很小 而且这个小还有自卑渺小 然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之类的含义 也会感觉到说 如果他看到对方比别人好 比他自己好 他会 他会觉得 他可能会羡慕 会嫉妒 然后或是会讲一些很酸的话 就说 他还不是因为怎样怎样 所以他现在这么有钱 就是 就是 穷人会讨厌有钱人 就会说啊 他们一定是赚一些脏钱啦 所以他才会这么有钱 那这些都是很三次元的思维 然后非常的负面的 对啊 或是 呃 你你想要成为有钱人 你就不能去批评 那一个有钱的人 对 因为代表说你的潜意识 你不想要成为他 然后所以你才会去批判他 你永远都不可能去成为一个 你批判的人 好 所以呢 这个是三次元的部分 好 那再来五次元的话呢 五次元的思维是 在试验面呢 你是可以累积你自己所有的努力 然后用系统化的方式让钱滚钱 那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被 呃努力呃都都可以被累积下来的 比如说我以前可能写文章写部落格 那我的文章他有留在网路的记录嘛 所以我以前在做 不管我做哪一家直销 或是我在做哪一个生意 呃 我的客人永远都不是我自己去找来的 都是网路上搜寻 然后呃 就他们搜寻到我 然后主动来问我就是 你推荐那个产品是什么 然后他们很有兴趣购买 到现在都是 因为第一个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说 啊我脸皮很薄 我不想要主动去推销啊 或是干嘛之类的 我就让人家自己来问我 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舒服 那但是我过去还比较没有 那个系统化的方式 让钱滚钱这个部分这样子 比较是还是会比较三次元 虽然我有做这些努力 但是我还没有学会怎么样 用系统化的方式去让钱滚动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在今年我有做一个 呃很大的改变 刚刚当然遇到我觉得算是贵人啊 他也是提醒我说要用系统化的方式 让钱滚钱会比较轻松 所以我也开始往这个部分去努力 那你们也可以去想一想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你们 系统化的方式 然后让钱可以是持续的不断的 呃持续的不断的来这样子 那我不推荐任何的事业体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去选择你们喜欢的跟适合的 那我适合我的不代表适合大家 所以这个部分要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什么样的系统化的方式 呃可以让你不断的一直有金钱 就是涌入这样子 好第二个人生就是只听自己的直觉 跟渴望然后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 就是你不要听我的 也不要听可能你觉得是名师啊 还是什么之类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 他自己生活的经历 然后还有他成功的模式 呃如果只是去单纯模仿他 但是你不晓得他到底背后 做了什么样子的呃努力 或是做了什么样的操作 你只是单纯学他说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呃我自己有在金游啊 或者是物理子啊 就是我的上线都很喜欢请客 很慷慨嘛 然后我也很谢谢他们 就是哎很愿意请客这样子 呃尤其是我在金游的 我们最大的上线 然后呃第一次跟他见面 他就请客 我那时候吓到 因为我就觉得呃 就是我想说我自己出我自己那一份啊 他就说不用就就请客 他他也不是只有请那一次 他就是之后每次他只要来台湾 他就是都会请客或是干嘛之类的 那这个这个部分我后面再讲 但是呢 呃 他请客这件事情当然是他很大方嘛 但是我曾经我和我的就是介绍人 已经有了介绍人 就是曾经想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本真的不够厚耶 就是有一次年会呢 就是我们也想要请大家吃饭 就是请伙伴吃饭 但是你知道呢 那一桌 我印象中那一桌 一桌好像就要 哎总共付下来好像是三万多块钱 三万多块钱 就是那一桌的费用这样子 那后来后来还是我们的那个上线 他就是把账截掉这样 对 然后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 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可能你今天你的收入 可能只有五万块 可是你想要学 呃 你的大上线 他大上线他的收入可能是一两百万 他请一个三万块的饭 他觉得没有什么 可是你五万块你要去学 人家就是请个三万块的 那其实就已经是在透支你自己了 所以这个方法不适合就不要乱学 因为这就不适合你自己的做法 对 但是我呃 我必须得说 我那个上线他真的很大方 就是他说他之前在 可能他一开始赚十二万之后 他就他他就愿意很慷慨 就是请他下线吃饭 因为他也是想要透过这样子吃饭啊 拉近跟大家距离啊 什么什么之类 他他有他的想法跟做法 但是如果这个做法 他不是很适合你的话 就不要随便去学 因为就不适合 就就像我也不希望可能有人就学我说 觉得牛牛这样子 可能 嗯 写文章直播 当然这是我的方法 但是写什么 然后怎么做做什么 那个其实我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尝试 才找出一个适合我的方式去去做这样子 然后所以还是找到你自己最适合的方式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再来金钱的话呢 就是不管你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都要相信你自己是丰盛的 然后丰饶有余的 对 然后有时候也会 我自己也有经历过那种很月光族的时候啊 甚至也会很担心的时候 但是当我放下那个担心 然后放下那个匮乏感的时候 就是其实都会有意外的钱 来到我的身 就是身边 然后让我去 帮助我去 度过可能下一个月啊 对我来说 我真的没有在想太遥远的未来 所谓太遥远可能是十年后 或是二十年后 我不太会去想说我 像我今年三十三岁嘛 不会去想说我五十三岁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 然后我六十岁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退休后会怎么样 我其实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 所谓的退休不退休啊 因为我也没有在做一般的工作 对啊 如果我今天觉得 我觉得还是要一直持续的 有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的人生才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我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到六十岁就要退休啊 这种事情 但是我比如说像 我目前的房子啊 我自己是只有付利息的部分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 我们房子都是有三年的宽限期吧 就是你只要付利息 然后本金可以先不用付 那但是三年的宽限期付完之后呢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还是很想要只付利息就好 因为我付过一年的本金加利息 要两万多块钱 那我那时候的收入 其实大概只有三万多 甚至可能更少 那我印象中那一年 我过得非常的辛苦 就是很拮据 因为我要付本金加利息嘛 两万多块 然后对来说压力很大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 怎么样可以让我只要付利息就好了 然后我就在 EG的叫软体 就是认识了一个 他是做保险的男生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是一个饭局嘛 然后我们就那时候乱聊先聊 然后他就就聊到 我就聊到这件事情 算怎么聊的我忘记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知道有一个 他知道银行都有一些方案 就是他们可以给你一个很长的 就是只要付利息的一个宽限期 现在有没有我不晓得 这个可能要请大家 就是如果你没有兴趣 他可以自己去问问看 然后我就听到之后 我就说真的可以这样子哦 那我想要就是只付利息这样 那他也人非常好 就是马上调动他的人脉 就是可能去帮我办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非常的谢谢他 因为因为他的这个建议 所以变成说我一个月要付 板要付两万二两万三 然后我只要付可能七八千块 那我就有一万多块的钱 然后我可以去做其他的学习 或是我可以趁这段时间的努力 然后让我自己的收入 是在持续往上成长的 所以这个以一般人来说 就是可能会觉得说 可是你这样子只有付利息 你那个本金都没有缴 不是很很 就是拜拜给银行赚钱吗 但对我来说 我不是这样想 我觉得他让我有一段轻松的时间 我可以去赚更多的钱 或是去想想 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赚钱的可能性 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的赚钱的模式 都是我当时的我没有想过的 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金钱这个部分啊 就是只要你愿意去提问 你自己还有什么可能性的赚钱的模式 你未来会产生赚钱的方式 都不是你现在想得到的 他一定是你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 然后突然有个机会突然跑出来 那就是看你自己选择要不要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可能我那时候有提问吧 就是提问说 虽然那时候没有学过ASUS 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怎么样可以让我只要付利息就好 然后就刚好出现那个男生 然后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伴侣呢 就是伴侣的话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伴侣嘛 但是我会希望 未来我的伴侣是 我会欣赏他 然后我们是可以一起成长的 然后都是给对方很全然的爱和信任 信任对方这样子 对那因为没伴侣 所以我这题我就先暂时跳过好了 好 然后再来健康的话 就是选择对你自己身体有益的食物跟生活方式 因为其实吃好的食物跟不好的食物 你身体也会很有感觉 你吃不好的食物太油啊 或是太咸啊什么的 你其实也会身体也会 比如说用口渴啊 一直想要喝水 喝水就是想要冲淡你 吃太咸那个部分嘛 那他其实也会用一些身体的反应 让你知道说 你现在吃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OK哦 所以你要多喝水哦 这样子 然后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就是 看自己个人的习惯啊 睡觉习惯啊 还有几点睡啊什么 可是我觉得 我自己都没有很早睡 可是我不会去苛责 我自己说 我这样子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就是太晚睡了 都可能半夜才睡啊 什么的 我现在比较不会去 苛责我自己 因为其实如果我苛责我自己 这件事情的话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实相 那我真的可能会因为晚睡而付出身体健康的代价 对 然后所以呢 我就是想睡我就睡 比如说像我下午两点到三点半我也有睡一下 就是睡一下午觉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情绪就是一直保持在平静 然后充满爱的政府还有慷慨的状态这样子 好 所以呢 五次元的能量它其实是扩展 而且感觉自己是无限 那你们应该有发现到说五次元的简报 我是用比较粉嫩的颜色 然后而且是用粉红色的这个颜色 就是来作为这个简报 但是三次元的话呢 我是用黑色的 对 然后会感觉比较阴暗的感觉 好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 好 然后再来三次元的赚钱思维 那三次元赚钱思维呢 比较是以自我利益为主 那以自我利益为主的话 就是你没有办法做大格局 因为你不会想要 你不会想要大家好 然后不会想要分 分享就是更多给身边的人 那你只有自己好的情况之下 就是那个格局就没有办法做大 然后竞争心态 就是你会恐惧担心资源不够 那基本上你在恐惧担心 这些事情的话呢 就这也会变成你的实相 就是也会发生 但其实地球的资源是无限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不足够的 或是需要 因为你会竞争 就代表你觉得这东西很少 所以你要去抢夺它 好 比较的心态 就是你看见比你好的人 你自己会感觉到很自卑 然后你看见你自己比你自己差的人 你会觉得很骄傲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子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看见别人的好 因为也许他有他优秀的地方 然后 但是你因为瞧不起人家 所以他的优秀你就是看不到 然后比你优秀的人呢 你又会一直觉得自己很卑微这样子 所以这个比较心态 为什么我常常说不要一直比较 就是不要去比较谁谁谁 比你好的你就欣赏他 然后 不行这样讲又有点比较了 就是你看见你觉得你很喜欢的那个崇拜的人 不是你觉得哇他真的好棒 他真的他好有能力 你可以去欣赏他 然后你可以去想说 我可以做些什么 我可以跟他一样这么优秀 或是这么好 就是欣赏这个人 然后 至于你觉得说 或许你真的有你优秀的地方 但学习去欣赏每一个人他的优点 一定他们也都会有他们好的地方 就是值得你去欣赏的 好 然后再来控制操控跟设计 那只要是可以被你控制的 他都是有限的 他是有框架的 因为无限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就像 嗯 湖泊好了 湖泊他就是 嗯 日月潭很漂亮嘛 因为日月潭在我家附近 就是 埔里的家 然后但他毕竟他还是看得到边界啊 对啊 还是看得到边界 然后但是大海是无限的 对 日月潭的水啊 他其实是可以放水去调节的 那因为他是可控的 所以他就是有限 可是大海你可以放水去调节吗 没办法 因为我们整个地球 70%的面积都是海啊 然后海又连着海这样 他是无法控制的 然后他也是里面有很多的 呃 可能我们未知的生物啊 诸如此类的 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的成就 是 呃 是 很很高的 或是就是 是无限的那种状态的话 不要尝试去控制 你想要控制的东西 就是让他是 呃 就是 就是就像大自然一样 那么丰富的资源 就是他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个是你无法控制的部分 这样 好 然后陷害呢 陷害就是因为你会见不得别人 好想打压对方嘛 所以你才会 呃 做一些 就是才会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让对方 呃 就是 遇到困难之类的 不是说你们啦 我是说有一些人啊 对啊 然后再来计较 就是就是 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的利益 减损分好这样子 就是对很多事情都会很计较啊 可能有一些人 他就为了那可能几块钱 然后就计较 那像我们如果有时候跟人家做生意啊 或者什么之类 如果对方很计较 我们也会相对来说对他也很计较嘛 可是如果对方可能很 大方我们也会就是觉得说 哎 他都对我那么大方了 那我也对他大方一点 这样子 好 宫斗 宫斗就是那个宫斗剧的那个宫斗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 比如说甄嬛传啊 或是如意传啊 还是什么一些宫斗剧啊 就知道里面的平飞都会为了要上位 就是一直在不断的争斗 那那个争斗的结果呢 就是会血流成河 你死我活这样子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而且其实你们会发现到说三次元 就是那种很热门的电视剧 或者是很热门的影集 都很喜欢演这种争斗的部分 因为三次元的人比较多 所以大家会喜欢看 频率相近 就是会比较多 就吸引到比较多的人去看嘛 就好像说一些 我这样子举例好了 就是一些很经典的 比如说那种歌剧啊 或者是 或是画作啊什么的 那种频率很高的一些作品 就取高和寡 就比较少人会去欣赏 可能看了也觉得看不懂 会觉得很无聊 那是因为他的频率太高了 那频率在这的话 就没有办法对评 就对不到频率 可是可能看一些偶像剧啊 或者是有一些剧 你会觉得 现在我们看了 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好看 可是以前就很爱看 因为我们频率是相近的 频率对评了 你就会被那个东西吸引这样子 你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自己平常都欣赏一些 什么样子的偶像明星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书籍啊 然后会看一些 什么样子的影片啊等等 然后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你的频率跟什么样子的频率 是对评的 好 然后再来五次元的赚钱思维 好 五次元的赚钱思维呢 第一个就是以众人利益为主 就是他很愿意去帮助别人 那当你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就在启动一个善念的循环 我没有刻意去写说 就是帮助别人就会赚钱这种 因为这样子好像就是有点交换利益 这样子 可是你启动那个善念的循环 那个善它会为你带来更多的好事 就会让你带很多的美善之事 然后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你愿意帮助别人 然后别人自然而然就也愿意帮助你 这样子 好 慷慨心态就是 当你自己丰盛到慢出来了 你就会很自然愿意去给予 你不会一直想要 就是把那些所有的资源都锁在你自己的身边 你愿意让它去流动出去 然后共享资源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共享模式啊 比如说像外送平台啊 然后或者是像很多的 AMBNB也是啊 就是他们都 AMBNB一开始的出现是因为 创办人他们觉得说 家里有多的房间 可以就是分租出去 然后让可能只想要住个一两天 他又觉得住那种饭店太贵的 可以来住 然后他就有这个想法之后 他就可能po稳吧 然后就是让一些家有空房间的人 有一个平台可以 就是分享自己多的房间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AMBNB 他变成是一个 大家都可以当房东 然后也可以分享自己家里多的房间 然后自己又可以赚一点钱的这样子的模式 我们家啊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房间啊 就是其实以前也是AMBNB 就是我之前也有出租过这个房间 就是给人家来住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就是也蛮有趣的 然后我又可以赚一点钱 那其实那时候的钱 其实都拿来付我那个月的可能贷款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好 然后外送平台也是啊 因为其实外送平台 他就是让大家有机车的人 或是他可能一般找不太到工作的人 他透过送外送这件事情 他只要有机车 他要导航 他就可以去做外送嘛 那他可以赚一点钱 那他也帮助了这些人 就是他们可以赚钱 然后也帮助店家 就是他们可以不用花额外的钱 钱人家去帮他们送外送 然后而且他们的就是餐厅 又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 就是让大家更多人被看见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习惯 就是叫外送嘛 然后平台呢 他自己也可以赚钱这样子 所以现在已经很流行 这种共享的模式了 就大家只要有贡献一点点 然后就有很多资源 那像我自己的话 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经友团队 就是我也上上礼拜吧 我也去找很多的伙伴 就是我知道他们有一些才华的伙伴 然后我会请他们去写一些说 愿意分享 愿不愿意出来分享 然后就是收费也没有关系这样子 那就是我也会鼓励他们出来 做一些贡献啊等等之类的 对然后我就发现 我们团队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老师 然后很厉害的伙伴 他们其实都还蛮愿意分享的 而且我这样邀请他们 他们其实也都很开心 好 雅琪说共享机车脚踏车 对这个也是 进入五维可以渐渐不用长久 持有什么物品 拥有越少物品的生活 行动越自由 对啊你的这个总结很棒 好 然后让利模式 那让别人赚钱 会为你带来更多更多钱 宝宝的能量 那就是我现在有一些课程呢 我自己是有提供这个让利的模式 就是比如说人家帮我推荐课程 我会提供多少钱给对方 就是当做介绍费这样子 那我之前在买一些YouTuber他们的课程啊 他们也有让利的模式 就是比如说我上次买 我买过两个YouTuber的影片 然后他们也有提供多少%的分润这样子 就是如果我推荐他们的课程 别人买的这个课程 那那个 他们就会提拨多少钱给我这样 然后这个其实 以他们那个那边来讲 叫做联盟行销啦 就是联盟行销也还蛮蛮有名的 就是只要有推荐 然后他们就会提供可能10到35%左右 然后让推荐的那个人 他们可以赚佣金这样子 所以我也是用我的信誉 然后推荐大家这个东西很好 然后大家因为相信我去买了之后 然后我也赚到了一些钱 那我自己的服务或我自己的课程 我也是有提供这样的让利的模式 然后就让大家就是去推广的时候呢 我会再结算说 有帮我成功介绍的话 我就是也拨一些佣金给他们 就是让他们也可以赚一些钱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循环还蛮好的 就是他可以为你带来更多 钱的那个能量这样子 好 然后服务的心态 那因为是自愿服务嘛 就没有所谓的委屈求全 或是觉得被逼迫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欢喜做甘愿受 那如果是一般在公司好了 就是公司都是有点责任制嘛 就是你做完了这件事情 你就觉得我下班了 我不要再做其他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你是自己创业的话 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业的时候 你是没有所谓的真正的上班跟下班的时间 然后当你在做为大家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很纯然的就是很服务 然后是很开心的 就像我每个礼拜五晚上直播 然后我都会当天就是做简报 对当天晚上才直播这样子 但是我在做这件事情 我是开心的 我没有觉得 天哪今天又要直播了 好烦哦 那种感觉 我是很开心的去做分享给大家这样 好然后再来是贡献自我 贡献自我就是你愿意分享 你自己也是一种愿意被更多人看见的 那个可能性这样子 那不管你是用写文章 还是你是拍影片都好 那这都是一种贡献 或是像我这样子做一个直播 然后你让别人看见你 你分享你自己 然后别人也知道说 你愿意出来分享啊 然后你觉得因为你的分享 他也受益很多 然后他之后如果有需要 他也会优先找你 对 然后所以呢 你愿意分享自己 愿意被更多人看见 这个也是一种贡献 然后我觉得好像有些人 觉得不想要出来 会觉得自己是不足的 可是我之前好像有分享过 就是比如说一到十 可能一是小白 小小白 五是小白 然后可能十是高手 如果你现在是在小白的这个位置 你出来分享 然后你还是会有很多的小小白 他们是完全不懂的 然后不知道 就是或是想要学 可是他们可能不一定会想要去跟高手学 他们可能会想要找那种 稍微比他们厉害一点点的人来学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比如说像戴姿影是大家都知道的 很有名的宇宙选手 那他的教练是不是也很厉害 就是可能很强 才能教戴姿影这么强 那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刚学宇宙的人 你觉得你会想要去找戴姿影的教练吗 第一个可能费用很贵 再来是戴姿影的教练只有一个 他可能专心的顾好戴姿影 他就很忙了 他根本不可能去接其他的学生 所以你想要学宇宙 你一定是找你们家附近的 就是你找得到 或是他真的 他打的是比你好的宇宙教练 来跟他学宇宙 所以你不一定会去找名人的教练 对啊 但是那他要怎么去找那个宇宙教练呢 就他可能也许别人介绍啊 或者是他可能去宇宙场 看到那个宇宙教练打得还蛮好的啊 就找他学啊这样子啊 但是也要那个宇宙教练 他愿意出来 就是可能展现他自己啊 不然谁 就是怎么会有学生呢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全然的信任 那这个信任就是 你完全相信宇宙 对你所有的安排 那不管是好的或不好 像我现在就会有一个思维 就是比如说 假设我今天这个月业绩比较差 然后我就会想 哎那我下个月 这个月业绩比较差 我下个月的话 我还会有没有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还是要我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完全相信宇宙的安排 那举例来讲好了 像我去年10 11 12月 这三个月我都在做个案嘛 然后我那时候个案也接的非常满 就是我每天从早到晚 睁开眼睛到晚上都是在做个案 然后中间可能休息个两三个小时 然后再继续做个案这样子 那那段时间确实是赚了非常多钱 可是其实我的身体也觉得蛮累的 然后也觉得很多的事情 我都没有办法做 然后时间变得很不弹性这样子 每天都是个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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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我后来去今年1月开始 我就有让自己就是 我就不再po我的时间表了 然后就尽量的去减少那个做个案的时间 那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以前的个案来问我说 我现在还没有在做 我说有 但是我用我的零摆帮他探测 我跟他说你不需要做个案 就是我说我就给他一个解决的方法啦 然后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有点不太想做 然后但是呢就是 你就想说有钱干嘛不要赚 毕竟我个案费也蛮高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 就是我现在会比较喜欢那种 可以用系统化的赚钱的模式 或是可以更轻松的赚钱模式这样子 像我之前有一个直播就有提到啊 我之前做个案就是一个小时多少钱 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配程的建议 我现在变成是开课 然后我就是一个月安排可能三堂课的时间 那我就是在宣传的过程中 就是收那一次费用 然后就是把我的课程跑完这样子 然后我我觉得 我收一次的钱 然后我就是安排三个时间 那赚钱的速度就变得比较快嘛 那也比较有效率 而且花的时间也比较少 对啊 所以宇宙一定会安排最适合你的 但是你要信任他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然后因为我们的信念都会去显化所有的实相 那所以不要去太过的担心 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担心的能量 他也会帮你吸引那些担心的事情 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好 OK OK然后再来呢 这个部分就是最后的结语 就是用爱的频率去影响你身边更多的人 那这个话我昨天的贴文也有写在我的文章里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用爱的频率去影响你身边更多的人 然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只要你是充满爱的 其实你身边的人都会感受得到 就是你真的会觉得更喜欢待在你身边 或是可能喜欢跟你聊天 然后是觉得跟你 光是跟你讲话就觉得很舒服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频率是一个充满爱的 会让人家很受到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对待这样子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任何事情啊 不管是你要吃东西啊 还是你要做一个选择啊 还是你要买东西 然后还是你要选择一个新的工作 你只要问 你当你觉得有点犹豫的时候 你只要问说 这对我来说有最高兴奋吗 也许它可能价格很高 可是你要问你自己说 买了它我会有最高兴奋吗 我会很渴望得到它吗 如果有那你就去买 然后钱的部分呢 交给宇宙 就是让宇宙去帮你把钱带来 然后不要有太多的担心 然后再来第三个 就是为他人提供最大的价值 就是你的取材之道 就是你能够为多少人提供多少价值 然后就是你可以赚钱的一个模式这样子 那这个这三句话也是我自己生活中 我自己很有感受的一个部分 然后所以我想要把这三句话当作是结语送给大家 好 然后再来呢 我想要课程预告一下 因为我们简报到这边差不多结束 就是在下礼拜四呢 6月30号就是晚上9点 我的伙伴素惠呢 他有一个天使灵气的经由冥想 然后这个主题是说出真实的话语 那如果你们对于这个主题跟冥想的部分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找他报名 那这个连结呢 我会待会贴在我的贴文上 然后费用是1111 就是一个天使数字 然后他会赠送一个天使灵气的调友 那如果说你觉得 你想要邀请身边的朋友来参加的话 然后你可以请他介绍人写你的名字 就会获得222的分润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我邀请他这么做的 因为我刚刚就有提到嘛 五次元有一个让利的模式 然后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是 可以让大家就是你去做分享 然后你也可以有一些收入 或是你只要分享给五个人 你当天就是不用钱这样子 好然后再来这个是我的课程的预告 就是新年改造的生日工作坊 那7月6号会再开一个新的一班 那我看了一下时间呢 是行星的红月跟光谱的蓝叶 跟超频的白狗 那一样就是介绍人 如果贴你的名字 就可以获得学费25%的分润 那原价是2680 那只要你有参加 我这个周五固定的分享会是2480 那如果你是我的优乐坊 或尼弗路的会员是2280 那达成特定条件可以免费参加 就是完成六月份的优乐坊的一亚 跟你弗路的经理聘接这样子 那一样就是如果说你介绍的人 他可能是用2680参与的 就会有大概 好像五六百块的介绍费吧 对啊 这个我数学不太好 可以去算一下 好 然后再预告一下就是 7月2号 因为有人邀请我开这个BAS课 然后如果说你刚好 对这个BAS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也欢迎你来报名这个BAS课程 然后初讯是7900 互讯是3950这样子 然后时间是7月2号的6 礼拜6早上10点到晚上6点 那是在我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私讯我 然后我会跟你说时间地点这样子 好 然后最后这个是我的所有的联络的方式 就是我的Facebook名字 社团 YouTube 部落格跟IG 好 然后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结束 对 今天好像蛮快的 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部分呢 就是想要了解的 好 有没有收获 我比较想要知道今天这样的分享 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 就是你们可以打字 然后让我知道这样子 因为我分享的都是我自己生活经历过的 我也曾经在三次元过啊 然后我现在觉得我是在五次元的一个模式 然后所以我想要把这个过程就是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还在三次元 那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是可以再跳 就是跳到这个五次元 你只要把你的频率改变了 你就会吸引到五次元的事情 来到你这边 你这个应该不是在提问我吧 哦对 OK 很好 对 我在AC里面我学到的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提问 因为他真的很会引导人们去提问 然后以前我们都很喜欢问别人 就是我很想要知道一个答案 可是其实真正好的答案是你想都没有想过的 真的就是你不会想到竟然会这样子 事情会这样子发生 或是没想到这个 就是就是 嗯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举例 然后因为我自己啊 很喜欢看一些 像我最近很迷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嘛 然后我一开始看 我就觉得很没有耐心啊 我就很想知道到底是后来谁成为了家主 然后我还有就是谁唱了这个歌之后 得到了谁谁是第一名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很压力的就跑去看了 就是他的Google 嗯 就是 对 危机百科啦 就就列出说好 就是谁成了家主啊 然后可能 谁唱了什么歌 然后第一名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后来就是有去看他的过程 我就觉得好可惜哦 我已经知道这个歌谁会第一名了 然后我就觉得看了那个过程 就觉得好没有乐趣哦 然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子 就是你如果都先知道了结果是怎么样 那其实这个过程你就没有办法去享受它 然后你就会觉得好无聊哦 对啊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些困惑啊 或是有一些觉得困难的地方啊 那真的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就是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记得随时调平自己 把自己的频率放在爱的这个部分 然后你就会觉得 嗯 就算你现在状况没有真的那么理想 但是你只要 嗯 让自己维持一个平静的一个状态 然后宇宙自然而然会用一个最好的模式 然后去帮你解决你那个当下的那个问题 好 谢谢Yves 好 哇 谢谢你们的回馈耶 我刚有截图下来 好哦 今天虽然不是很长 但我觉得今天这样子的分享还蛮 蛮轻松的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咯 然后我 今天的直播呢 我觉得可以公开分享啦 所以我待会晚一点会放上去那个YouTube这样子 好